加州6月22日报告的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数破6000关口 因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根据了解 在过去的几周里 加州的许多县都已经放松了居家令 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限制 过去两周 加州报告了46000多例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全州确诊病例总数的四分之一 造成数据激增的部分原因是测试能力的提高 但是加州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也呈上升趋势 由于与测试能力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这项数据被认为更能反映疫情的情况 同时 加州新冠病毒检测的阳性率也有所上升 数据显示 最近三周 加州的病毒检测的7日平均阳性率 呈现4.37% 4.61%和4.89%的递增